不过师兄还是要精进修为 不然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宝物相送了 到时师兄该怎么办呢 这家伙 是在吵死我吗 谁成天靠宝物火山了 这两个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真拿他俩没办法 好久没有玩一挂 手都生疏了 闲爱巫师不如随手算一算补个吉凶 前辈 我来交差了 之前的任务我已经全部完成了 更高阶的新任务在哪里领 没了没了 没新任务了 一个两个整天让我这老头不能睡觉 烦死了烦死了 和那小子简直一个德行 你们两个也给我安静一段时间吧 那小子 是谁啊 他也接了很多任务吗 出狼 你派发的二十项任务全都做完了 都是些小儿科的事情 之前说好的 完成之后 就要把更高阶的任务留给我 你可不能食言 是他 来了来了 就是这个讨人业的臭小子 你们两个烦人精 真是一刻也先停不了 二十个任务 看来师弟这段时间修行也很刻苦 修为又精进了呀 师姐也不遑多让 否则咱也不能在这儿遇见 有时间的话 倒是想和你再切磋切磋 责任不如撞人 我这会儿倒是有时间 不如就现在吧 请师姐赐教 看他身上是气息 是同我一样修行到超凡九重境 不愧是开原宗战 第二个点子 去去去 你们两个推坏 在这儿打 是想把我这十五哥给掀了吗 要打去别的地方打 别饶我清静 其中罹难 俗规 抱歉了师弟 我有急事要办 看来咱们的对决 只能约改日了 告辞 嗯 发生什么事了 走得这么匆忙 呜 担心的话 追上去看看呜 一个大男人做事 怎么婆婆妈妈的 你光在这愣着有什么用 弄完毕 先行告辞了 哎 年轻真好啊 让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不过这卦象 下阵上砍 阵为雷 欲动 砍为雨 欲险 雷雨交加 可谓是险象丛生了 你小子 自求多福吧 杀了我吧 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吧 你说的那些条件 我们一个都不可能答应的 有名老人 李云剑 你这老狗不识好歹啊 我今日可是给足了你的面子 我再说一遍 第一 交出你们庇护的叶家全部族人 第二 交出李家半数财产 并且退出青阳郡城 第三 将你孙女李清竹 嫁与我爱图鸣昏 这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 不然的话 李家今日 就是灭族之日 休想 吃我一掌 哼 不自量力 凭你还想偷袭我 啊 啊 野兄你没事吧 何苦强出头啊 他就叫给我来对付好了 哼哼 不日前 有名老人追杀我叶家族人 叶末方才得知 我儿居然斩杀了杨龙战 也幸亏前辈 举全族之力 为叶某保驾护航 若是因为叶某 而连累了李家上下 也不说死心难安 所以 我绝不会眼睁睁 在一边看着的 嗯 楚夜 我 我这是在哪里 好的 一定会 等不允许 让你 开始 转人 走 走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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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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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